上期分享的芋泥馅 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小伙伴都喜欢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被脆根很久的金沙奶黄馅吧 生的咸奶黄 我们最好在表面撒一些白酒 去一下腥味 再放入烤箱将它烤熟 没有烤箱的话 蒸熟也是一样可以的 熟的咸奶黄 我们需要将它碾碎备用 接下来我们将屏幕上所有的食材 倒入一个碗中混合均匀 为了增加香味 我把奶粉替换成的麦乳筋 这个也是从一个甜点师傅那里学到的 这样做出来的奶黄馅 确实非常好吃 所有食材混合均匀后 我们最好用料理棒再搅打一下 让面糊变得更加细腻 之前炒芋泥馅料的时候 很多小伙伴听说要炒一个小时 直接劝退 今天这个奶黄馅完全不用担心 分分钟就能炒好 炒的时候我们尽量开小火 全程要不停地搅拌 以免糊锅 炒到最后和其他馅料一样 做到不粘锅不粘勺 能够抱团的时候 就说明已经炒好了 这款金山奶黄馅 你们已经学会了吗 明天再给你们分享 四款流星馅料的做法 记得关注我哟 明天再见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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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